欢迎来到我们即场Marketplace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做艺人的朋友 阿辉 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做艺人 演出 幕前的经理的分享 阿辉 想当年是如何入行做艺人的工作 当年我入行时 有一位前辈拍《少年阿虎》 其中是做一个舞师 他跟我说想不想试试幕前演出 我说OK 就去接触了 第一条影片拍的是吴京先生 是什么名字 或是在战狼之前 超打 超勁 他有一幕我很记得 就是有一百人 黑衣人 在一间废气的学校 下着雨 两架水车 不停 整晚下着雨 不停打 是这么大的 下着雨真的是用水车射水的 是的 水车射水的 然后我们戴了黑头套 黑西装 整晚兴契 吴京先生不停打 不停的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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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合真是大 真是过百人 还有吴京那边的武术队 看到他们真的很专业 他们的技术 打得很专业 除了武器之外 那些文气 科幻 或者其他爱情片 阿辉你之前有参与过不同片种的演出吗 最近正在播出的 关于海关的 我也有份去演出的 那些不是很多 专业的台词 很多海关的术业 要背不太难吗 现场都有幕后的 人带我们的 没问题 那古装有没有试过拍古装的文言文 很难说的 古装我没试过 有机会 我也想试一下 拍过不同的制作 动作 爱情 政府部队等等 你自己最享受的是做什么角色 最享受的是做古惑仔 古惑仔 是不是因为配合自己的形象 这个形象也是 接下来电影带给我的形象 古惑仔 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就是陈浩南 陈小春 那个古惑仔 那些古惑老feel 好像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哪个是山继 哪个是陈浩南 我想一个角色演出来 观众是会记得我的 这个就是我的成功 我希望是 近这两年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冲击 第一 就遇到疫情的冲击 很多演艺的朋友 没有公开的 就是不要说演员本身 很多做后台的制作 台灯声 到可能其他幕后的单位 都可能遇到疫情的问题要转行 第二 就遇到一些新媒体的冲击 就是传统 可能是TVVATV NOW TV 这一类 但是到新媒体 我们会看 ARM Channel 我们会看抖音 有微 很多新媒体 其实很多演员都已经转去那边发展 其实你又怎么看疫情的冲击 新媒体的冲击 对于你演员的路里面 是不是都很大的影响 最初是很大的影响 我们试过接通告 基本上一个星期 可能只有一两张通告 一两张通告 真的试过户口 只剩下两位数 真是这么大 真的 这两年是熬得很辛苦 没什么起开 真的没什么起开 没什么投资者 肯扔钱去开戏 是因为疫情问题 近这两年 尤其是 近这两年特别严重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 在新媒体的兴起 我反而觉得是好事 好事 有多些不同的机会 给我们新演员 去参与不同的制作 除了幕前演出之外 还可以参与一些 可能创作上电 可能想一下剧本 帮忙去学一下 去做在幕后的工作 做一个演员最舒服的 开戏开镜的时候 背好台自出就完成了 但是因为新媒体 我们一脚停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要自己动机 自己去拍 想题材 creative 之后后制 宣传上去 那一刻都要自己做 哇 你像做电影 发行也是自己 宣传也是自己 梳化服也是自己 什么都自己 搞不定 新媒体其实是很难的事 虽然电影 或者电影 一定分了很多部门 有很多人的分工 但是 在新媒体上 可能是梳化服 也都是演员来做 有机会 创作也都是演员来担任 对于我来说 可以去参与整个制作 是一个好事 你说辛苦不辛苦 一定是辛苦 睡就睡得少了 你不停的炸桥 对 而且有时又说 可能这个位置 要动之麦设计收音 动之只要是麦 咦 不够长霧 可能这个镜 我不用卖位 我就帮忙拿 我们没所谓 是OK的 角色很flexible 很flexible 很flexible 但是构式製作 可能整个crew 团队有十多二十人 但是新媒体制作 很简单 有个人拿着手机 走去拼摸一下 一边可能长霧打下灯 整个制作团队少很多 在器材上 以前要用Ali 现在一部iPhone 一部电话 已经可以拍到 类似电影感的质素 好像现在我们 现在都是一部小米10的手机 在这里拍了 是啊 因为电话已经很方便 拍完 还可以有一些软件去展 去做到电影感的效果 再加上两条黑色黄巴 这样就可以做到 但是你说是否一镜到底 其实都不是的 都要做分镜 做分场 那storyboard 那些会不会 新媒体做storyboard 好像旧媒体那样 画清清楚楚 这样去做 storyboard 都会有 但是就少些 因为浪费时间 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做storyboard 是 但是我们就会 去分场分镜 总之想好故事的大帮 之后就做剧本 做完剧本就分场分镜 去到现场 反映都是飞子仔的 都是要爆套的 也是吧 现场都是Live 去调节 尤其是近一两年 以前有很多短视频兴起的 即快手抖音 这些可能分两分钟 很短视频 一些很短视频 现在YouTube 也有一个功能 叫Shot 很短的一两分钟 其实做很多这些 那么短 其实传递讯息也好 对于你宣传自己的 产品或者演出来说 会不会难度大了 因为一个演出 很难一两分钟 起成转合做完 如果你时间越长 观众也一定不喜欢看的 除非你可以hold住 在这五分钟里面 你的剧本是很精彩 不停是起成转合 但是如果你说一分钟两分钟 我看完 觉得没什么所谓 我看完 你只要把握到你头十秒 即是黄金十秒 捧住这十秒 你吸引到这十秒 它就会看下去 除了这个短视频的兴起之外 近一两年都很流行 就是一些直播大货的节目 一路拍片一路聊天 可能推广一些服务产品 从而令到大家可以购买到的 那这一类的演出呢 阿FIRE你又多么多参与 现在我公司就是在做类似这种形式 在抖音市场上的影片拍摄 因为直播大货 你自然就一定是有人流 有产生不同的product 不同的效益 对于我们幕前演出 第一有我们的固定收入 第二有 是没有一件产品 卖得出的时候 会再和幕前的KOL 大家对策 对啊 对啊 公司和我来说 是会这样去做一个分析 对于演艺来说 是有一个保障的 除了有这些直播大货之外 近这几年新兴了很多 例如17 Uplight这类的直播视频 你又怎么看呢 你觉得在里面 整个节目有效吗 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因为现在17和Uplight这些 太多人在做 太多人在做 我也都看过 我身边也有些朋友 演艺朋友去做 如果要去突出这一样东西 首先你一定是找一些 很特别的题材 可能说鬼谷 你现场布置到很灵异 最后一定是有些特别的东西 因为现在见到也是 唱歌 听下计 跳舞 反而十个都是这样做 你没理由再去十 做第十一个 刚才 对啊 好似你说的 你做一个演员 或者做一个演出 幕前你现在有一个定位 可能有些是做舞打 像刚才你提到 例如五京是舞打为主 有些可能是sell青春 有些可能是直播大货 FIRE 未来发展 你想潮与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为自己这个演员生涯里面 定一个位 未来的发展 我又想去试试不同的角色 即是 即是 未来我有套电影 我会在里面做一个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很棒的 是 他是一个社团里面 其中一个花花公子 那 他的模式呢 他会被人觉得 我不是一个滑仔来的 嗯 就是吃着雪茄 喝着红酒 嗯 这样出场的 也都非常聪明 嗯 但是 除了滑仔之外 也会想试试一些 舞打的戏 哦 舞打戏 因为我们在这一套剧影响上面 我们的工作导演是吴玉淑先生 嗯 我也都在他身上学到一些 嗯 关于舞打上的东西 我觉得 勾起了我自己的兴趣 我想试试多一些舞打的戏 那你平时做training 是不是好像激战 张家辉 和彭于衍 每天都训练 不然大半年才能称职 真是太厉害了 他们非常自律 因为做了演员 首先要自律 嗯 我也知道 他们为了这套戏 可能半年前 一年前 在做一些exercise 嗯 但是我也会有的 我也有的 因为我以前就比较肥一点 哦 看不出了 看不出了 反正很健康 我现在比较肥一点 因为之前的作品 我是比较包一点 面上镜会肥一点 身材比较肥 因为之前比较大 但是为了这个角色 我都去做了一些 减磅 减了40磅 做了一个演员 无论他的角色 收到剧本那一刻 有导演问你要做事 你又要自己节食 又要去背熟剧本 又要设定好自己 Ready 去出镜 又希望出镜的时候 发行 收视各方面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多些朋友认识的时候 我也希望阿辉以后 多些广告合约 最重要的是什么 直货带货的时候 有多些产品可以买出 也是的 首先要多谢大家支持 大家在下面 可以看到我的IG 我的IG很简单 你写大辉就找到我 大辉 我们也有即场Marketplace 可以在下面 给予即场Marketplace IG和Facebook的like 我们稍后回见 请辉和大家分享 做演员里面的心得 稍后的忠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ailor 下规及 Doctor和游戏 这装 记得 好 没办法 没办法 在这裂 我拍摄 我拍摄 你拍摄 辛苦了 一下 快要慢一點 可 可以 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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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崔子輝,很高興來到職場Marketplace 我的職場生涯由十幾年前,2008年拍了一套《狼牙》 我記得是《狼牙》,之後我也拍了幾套關於動作上 現在比較新的作品,例如無線那套《擺彎者門》 接下來是《Viu》上映的《冥冥之中》 電影《金手指》和《正義回朗》 接下來我會拍一套禁讀電影《走出深水埗》 我電影中是《燈神》,大家可以叫我《燈神歌》 我曾經在片場上見過有一個演員和另一個演員 是吵架的,是吵得很嚴重的 然後副導演過來,兩個都趕走了 那次也挺深刻的,因為他們兩個只不過是 互相看大家不順眼,所以不要開名了 第二就是,我也拍攝的時候吃螺絲 但剛巧導演是要了這個鏡頭 因為他說,我就是要這個 當時的感覺,吃螺絲就是配合到我的劇情 這是挺有趣的,我猜不到 如果關於劇種上,我自己覺得 文氣是比較難的 反而動作戲是沒有那麼難 是會辛苦,動作戲一定會辛苦 但文氣是你內心的演繹,表情的控制 眼神的溝通 你要眼神溝通到才是一個演員 喜劇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演得到那種味道出來的 很講求你要內心不停地冒自己的開心心情 你要做到觀眾想看那樣東西 而不是我們想讓觀眾看到那樣東西 殺人我曾經做過一套是Viu的 那一集就說我跟男主角是有一個博鬥的氣氛 最終被殺了 挺好玩的 在懸疑上變得來,又帶一些神秘 因為那一集我是說我是一個殺手去追殺那個男主角 他的劇情是比較穿越的 所以到現在的創作上我也是喜歡一些穿越 平衡世界 可以玩不同的空間 類似有一點像MARFLE 我比較喜歡 我個人的偶像是謝霆鋒 因為 謝霆鋒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我都去看完他拍的電影 從他由一個演技比較生疏 到現在影帝 和一個很優秀的動作演員 我希望有一至一日可以朝著偶像的部分 慢慢去做到動作演員 從而得到大眾的認可